《讀熱點話題》解最新動態 這裡是《讀解美國頭條》 我是馬彥林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警方25日封鎖以色列珠華盛頓大使館外附近道路 美聯社大都會警察局發言人25日下午表示 在以色列珠華盛頓大使館外自焚的男子 仍處於危險狀態 一名控軍發言人證實 這件事件涉及一名現役飛行員 目前當地警方和特勤局正調查這件事件 據悉 以色列大使館一直是反對加薩戰爭人們舉行抗議的目標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使館沒有任何工作人員受傷 據白宮官員表示 拜登總統將於27日在白宮召集 4位國會最高領袖 自在向議員施壓 令他通過對烏克蘭和以色列的一系列緊急援助法案 並避免下個月政府關閉 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正面臨著通過 2、950億美元國家安全法案的壓力 該法案支持對烏克蘭、以色列和印太地區的援助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利基克利24日在南卡州的共和黨初選中 輸了給前總統特朗普 保守派億萬富翁查爾斯科克 自助的政治組織美國泛榮 25日表示暫停對克里的競選財政支持 該組織表示 他仍然支持克里參選 但他現在支持只會以口頭認識呈現 克里此前亦失去了億萬富豪 德·雷德·霍夫曼的資助 克里方面感謝了美國泛榮組織曾提供的資助 並表示仍然有資源維持下去 一股暖風25日卷值全美大片地區 增加發生惹火的危險 2月通常是一年裡最冷的月份之一 而今年2月異常溫暖 國家氣象局在橫跨11個州的部分地區 發佈了火災危險恐怖 理由是溫暖、乾燥、多風的天氣的狀況容易發生火災 霍羅拉多州和懷俄明州附近的25號州制公路 24日就因強風引發草地大火關閉約1小時 金融數據服務公司Bankrate的一項調查顯示 全美多達1 3 民眾信用卡債務 將在2024年超過儲蓄 儘管通貨膨脹降溫 就業市場依然強勁 但許多人仍然難以支付信用卡的費用 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最新的數據 截至2023年底 全美民眾信用卡債務超過1兆美元 創歷史新高 其中X世代的信用卡債務 是所有世代中最多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 Gard TV 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 賺一集 於是 最終結果 有限 成功 記を 魔法 自護